政府更新公務員守則並且展開諮詢 守則規定公務員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可以組織或參與阻礙香港政府施政活動 在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 有勞工界議員關注是否影響公會工作 可能按照會員的要求要組織一些請願、遊行 甚至一些公約行動或者是罷工的時候 這些是職工會條例賦予公務員工會的一個法定權利 有不同意見實屬是正常的 所以我看不到會有甚麼影響 只要是合法的 只要是職工會條例下賦予公會是可以做的 亦都是合度 合乎想表達意見的性質 亦都合乎我想一般的市民大眾可以接受的 那個形式和那個熱度 我相信對於公務員守則對於他們是沒有影響的